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公众读经会 众人一起朗读圣经的做法 在现代教会中已经被遗忘 我们要一起来打开神的话语 大声朗读 然后大家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读《使徒行传24》和《25》两章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Amir Safati 我们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准备召开等候他回来圣经预言大会 大会将于本周六在纳什维尔的 伯特利外展中心举行 是很大的教会 很多人报名了 基本上都卖光了 我们很兴奋 因为在现在的日子里 神的话语就是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都做这个公众读经会 Amir 你带我们祷告好吗 求主对我们说话 好 主啊 我们好感谢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全是真的 你在你的明知上荣耀你的话语 天父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放胆来到你的面前 不仅是借着祷告 祈求 不仅是靠着你圣灵的同在 也因为知晓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把你写下来的话语握在手中 好好的阅读 被你的话语滋养 感谢天父 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灵来为我们解释你的话语 给我们安慰和真理 你让我们以后可以向别人正确地解释你的话语 现在我们求你 当我们大声在众人面前朗读你的话语时 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成千上万的人会看这个读经会 我们求你和每一位听到这些话语的人交谈 你话语中的一切都强大有力 你话语中的一切都能给我们更多启示 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给我们安慰 鼓励和充足的信心 谢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提醒一下 我们使用的是新英皇清定本英文圣经 中文用的是新译本 我们选定一个版本 这样大家读经时就同步了 今天我们要读两章 使徒行传24和25章 我来读24章 阿们 读25章 不管你是独自一人 还是和家人在一起 现在可以舒舒服服坐好 来聆听神的话语说了什么 记者 保罗正在屡次宣教之旅上奔忙 我们应该可以说 他的宣教旅程不那么顺利 一个舒服惯了的人是不会喜欢的 使徒行传24章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律师贴土罗来了 他们向总督控告保罗 保罗传来了之后 贴土罗就控诉他说 费利斯大人 因着你的缘故 我们大大的享受着太平 因着你的远见 本国大势改革 我们随时随地感激不尽 现在我不想多烦扰你 只求你宽容一下 听我讲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就像瘟疫一样 是煽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人 又是拿萨勒派的首领 他还意图污秽圣殿 我们就把他捉住 我们想按照我们的律法审问他 可是千夫长吕西亚来了 用武力把他从我们手中抢走 还吩咐原告到你这里来 你亲自审问之后 就必清楚知道 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犹太人也都跟他一同控告保罗 证实事情确实这样 真是不公平 真是的 然后保罗在总督向保罗示意 叫他说话以后 保罗就说了下面的话 请听 我知道你在本国审案多年 所以乐意为自己申辩 你清楚知道 自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 到现在还没有十二天 无论在殿里 会堂中或城里 他们都没有看见我跟人辩论 或煽动群众作乱 也不能向你证明 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 但有一件事 我要向你承认 他们所称为异端的这道 我正是根据这道 来敬拜我祖先的神的 一切律法和先知所记的 我都相信 我靠着神所存的盼望 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 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 都要复活 因此 我常常勉励自己 对神 对人 要长存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捐款 回来周济本国 同时也带了祭物 他们看见我在殿里的时候 我已经行完了洁净礼 并没有和一大群人在一起 也没有生乱 只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 犹太人而已 他们若有事要控告我 就应该到你面前来控告 要不然 当我站在公益会中 受审的时候 这些人若发现我有什么罪行 早就亲自说出来了 如果有的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了死人复活的事 那一句话 菲利斯本来就详细晓得这道 却故意拖延他们 说等千夫长 吕西亚来了 再断定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 看守保罗 但要宽待他 不可阻止亲友来照料他 过了几天 菲利斯和他的犹太妻子 土希拉一同来到 他又传见保罗 听他谈论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 保罗讲到公义 自治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 菲利斯就害怕起来 说 你先走吧 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 同时 他也希望保罗送钱给他 所以又多次传见他 和他谈话 过了两年 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 菲利斯为要讨好犹太人 就把保罗留在监里 下面读《使徒行传》第25章 菲斯都到任三天之后 就从该撒利亚去耶路撒冷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到他面前控告保罗 他们又要求菲斯都 求他恩准对付保罗 把保罗解来耶路撒冷 他们好埋伏在路上杀死他 菲斯都回答 保罗现金压在该撒利亚 我就要回到那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 和我一同去吧 那人若有什么不适 你们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大约逗留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回到该撒利亚去 第二天就开庭 吩咐把保罗带来 保罗一到 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就站在他周围 提出许多严重的控告 可是所控告的 他们都不能证实 保罗申便说 无论对犹太人的律法 圣殿或凯撒 我都没有罪 但菲斯都为要讨好犹太人 就问保罗 你愿意去耶路撒冷 让我在那里审问这事吗 保罗说 我现在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 这里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对犹太人 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 这是你清楚知道的 我若做过不对的事 犯过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我也不推辞 不过 如果这些人告我的事 不是真的 谁也不可以把我送给他们 我要向凯撒上诉 菲斯都同议会商量后 答复说 你既然要向凯撒上诉 可以到凯撒那里去 过了一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 到盖撒利亚来 问候菲斯都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许多天 菲斯都把保罗的案情 向王成名 说 这里有一个囚犯 是菲利斯留下来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控告他 要求把他定罪 我答复他们说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证 又没有机会为所控的罪身变 就被送给对方 罗马人没有这个规律 后来他们都到了这里 我没有担言时间 第二天就开庭 吩咐把那人提出来 原告都站在那里 他们所控诉他的 并不是我所意料的恶事 他们与他争辩的 只是他们的宗教问题 还论到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关于这些争论 我不知道怎样处理 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为这些事在那里受审 但保罗要求把他留下 等待皇上裁判 我就下令把他押起来 等候结往凯撒那里 亚基帕对费司徒说 我也想听听这人说些什么 费司徒说 明天就请你来听 第二天 亚基帕和百尼基 威风凛凛地来了 同千夫掌和城中的险要 进了厅堂 费司徒吩咐一声 就有人把保罗提出来 费司徒说 亚基帕王和在座的各位 请看这个人 耶路撒冷和本地的犹太人 都向我请求 嚷着说这个人不该活着 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但是他自己既然要向皇上上诉 我就决定把他解去 关于这个人 我没有什么确实的事 可以承奏主上的 所以把他带到你们面前 特别是你亚基帕王面前 为要在审查之后 有所承奏 因为我认为解诵囚犯 不止明他的罪状 是不合理的 哇 这一段剧情太丰富了 我可以说点什么吗 我们必须记得 实际上 从所有福音书 到使徒行传 和各个书信 里面所讲的是一群 受逼迫的人 这里面没有谁 是住在玫瑰园里的 他们都遭受了逼迫 也遭受过自然灾害等 其他事件 以及众人的仇恨 我们也应当做好准备 经受这些逼迫 我们生活在末世 我们的日子 不会像是在公园里散步一样 是的 而现在我们已经 快要进入大灾难时期了 我们完全可以预期 全球各地的教会 受越来越多的逼迫 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 是的 事实上 在预言界 有很多基督徒 指责相信灾前被提的信徒 是在逃避 因为他们不愿意 经历那样的艰难时期 对此我要说 是的 我相信灾前被提 但我确实相信 在耶稣带走我们之前 我相信这会发生在大灾难之前 我相信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会在这里 我相信我们不会看到 将来这里的第三圣殿 然而 我相信在那之前 不管是明天发生 还是五年后发生 信徒的处境都不会变好 只会变糟 情况已经在变糟了 在美国 在欧洲 在世界各地 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一定会受到迫害 他们会被诬告 他们会被嘲弄 所以使徒行传上写的 真的是入门戏的 真的是 今天有人写信给我 咱们的朋友 Ed Hineson 任院长的那所基督教大学 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了 叫Liberty University 自由大学 他们大学的运动队 马上要跟另一个大学队比赛 我记得要么是橄榄球队 要么是棒球队 对方的球队宣布比赛那一天 为LGBTQ多性别者骄傲日 那并不是正式的骄傲日 但他们把那天变成了骄傲日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场比赛中 举起LGBTQ的旗帜 他们会宣称 自由大学的学生孔童 所以我们要 他们想通过价值观转换 寻求改变 没错 那件事其实都还不是在 骄傲月发生的 但我想说的是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 思维方式的冲突 理解上的冲突 和灵理的冲突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现在的状况 其实还算是友好的 像一场体育比赛 但将来会变得很丑陋 再说一次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了 基督确实会在该来的时间 在指定的时间来接我们走 但在那之前 我们应该要投身于天父的事情 我们应该记住 并做好准备 情况确实会越来越糟 是的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是 保罗没让自己变成一块 被任意踩踏的地毯 实际上保罗陈述了事实 下周我们的读经会上 就会读到这一部分 保罗会为他的案子辩护 请记住 大灾难主要是为犹太人设计的 是为了带他们回转向主 当然也包括没有被提 还留在世上的其他人 既然我们教会已经归于主了 那么主为什么非要 让我们经历大灾难 才能把我们带回到 我们已经在的地方呢 这在直觉上也说不通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受苦 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 一定会受逼迫 这其实是我们作为信徒的名证 在一世纪的时候 基督徒已经被指责是瘟疫了 想想看 基督徒被指责成瘟疫 说基督徒是一种疾病 他们将来也会如此指责 而我们就感到震惊说 你们怎么能把我们叫做疾病呢 而实际上在一世纪 保罗和所有这些人 已经被叫做瘟疫了 情况不会变得更好 只会变得更糟 我不是想吓唬任何人 因为实际上 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一定会发生 如果我们专心去告诉所有人 情况会变得更糟 但我们只要坚定在神的道上 神的应许上 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会有胆量 就会站立得稳 就会明白神的道 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 是的 你看 他们控告的罪行到底是什么 是他在传扬复活的事 这就是重点 你可以讲耶稣的死 讲很久 但是莫罕默德也死了 佛陀也死了 只有耶稣还活着 复活改变了一切 哥林多前述15章的重点 就是在讲复活 所以我要说 今天读的两章圣经 太精彩了 我很期待 我们今天该结束了 下周我们要像跑马拉松一样 把使徒行传读完 一直读到最后的28章 我希望今天的时间 鼓励到了你 我的朋友们 因为使徒们经历的所有逼迫 其实打开了分享福音的门 你已经看到 保罗其实因此有机会 向总督传讲福音的信息 下周你会看到 他要分享他的见证 他最后要到罗马 保罗不是圣公会教徒 不是天主教徒 不是正统派 对保罗和一世纪的那些人 甚至不能用基督徒 这样的字眼来描述 因为那时候 没有人明白 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 他们传讲的 就是那唯一的道路 他就是道路 保罗一直在努力解释 这唯一的道路 因为耶稣就是那道路 真理和生命 别无他土 也不存在别的真理 他就是道路 有时候我真希望 基督教被叫做 The Way 唯一的道路 不要再用所有别的名称了 真的 真的 唯一的道路 因为没有别的道路了 他就是道路 道路只有从他而来 你知道 我们这个事工机构 名字叫 Behold Israel 但假如我要回到从前的话 假如我不是以色列人 假如以色列不是我们事工的重点 假如我必须给这个事工 想一个别的名字 那我就会启蒙叫唯一的道路 真的 太奇妙了 所以听着 一定要站稳 不要动摇 要持守传统的教义 传统的教导 要知晓神的道 好好读神的话语 坚持走在那唯一的道路上 相信那唯一的道路 真理 生命 情况会变得艰难 但是他应许了 他说 但你们放心 不要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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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今天结束在这里 真是完美 求主保守每一位观众 赐给我们保罗和初代门徒的勇气 尤其是我们正在进入更深的末世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下周的读经会 我们要读完《使徒行传》 请继续为我们接下来的周末祷告 今天是9月26日 我们马上要在纳什维尔召开两天的大会 谢谢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